澳洲反恐机构星期六下午展开行动 4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员先后在悉尼四个郊区搜查五所住家 成功阻断一起企图击落飞机的恐袭阴谋 四人束手就擒 调查发现这批嫌犯企图在星期六晚间 使用一种简单的爆炸装置制造恐怖截击事件 并推测和极端伊斯兰教义有关 还有安全安装制造恐怖截指示 将此刻在新冠等的新冠军 这些和更新冠军 都将去所有美国安装处理 在新冠军和新冠军 整个公司在与国内拥有关 今时,法人们都在世界上称 提出一些人在新冠军 在新冠军的地方 使用了一个机器 警方目前还没有提供落网四人 当局同时提升多个主要机场的危安 并建议乘客在起飞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避免严谨的保安工作耽误行程 请不吝点赞订阅